為何選擇《射雕英雄傳》? 因為我本身都有一個特別情義結 金融這麼多套作品都不止一套是喜歡的 如果你要選擇聚的話 都是有幾套我最喜歡的 但我覺得《射雕》也是零零色色的情義結 因為劇集版我覺得它的Casting實在是Cast得太好了 好角靜超王勇 找黃若驊和翁衛玲 就固然是一時之選 甚至到這個年代我出現了這麼多版本 我覺得最好的Cast始終是他們兩個 因為劇集分三個季節 每季節都有一個名字 第一季是《鐵血丹心》 然後是《東邪西道》 然後是《華山雲劍》 我盡量跟著《施神》發生的事去畫 《鐵血丹心》很自然會想到 郭靜在蒙古成長 然後遇到黃蓉的章節 所以我就畫了黃若驊和翁衛玲 騎在一隻馬上射雕 而且我覺得《射雕英雄傳》 始終三幅裏面有一幅 都貼上一個題是他在拉弄弓箭 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看劇集 最記得畫面就是他主題曲 最後黃若驊背著太陽拉弓箭 所以我覺得完全表現了整個 不僅是《射雕英雄》 還有整個金融武俠的精神 就是那個畫面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個紅色太陽 另外《東邪西毒》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角色 我覺得最有型的外號 就是《東邪西毒》 那時候黃家衛拍《東邪西毒》 也是因為名字太有型太漂亮了 另外因為其實我記得去讀讀設計的時候 就是九十年代 無線再重播一次 這三季再重播一次 那我就很記得那時候回看 是剛剛好有一天去同學家看的 是《射雕英雄》出場 就是《東邪》出場 除了面具那一刻的畫面 我覺得很有型 最難說 其實踢得最多踢反而是《東邪西毒》 就是我很想畫到《射雕英雄》很有型 就是盡量 最多踢反而是《東邪西毒》 嘩 這些真的沒有見過 真的拿上手 其實那時候找回 都有上去賣《射雕英雄》看了一點 又找很多相片 就是很多回憶 就是有些 有些傷害 就是你看到《射雕英雄》那些 就是太可惜了 就是做得這麼好 對於《射雕英雄》不斷是沒有《射雕英雄》 對呀 沒得聊 就是找《射雕英雄》做周髮通一樣 一時之選 就是有幾個 你真的覺得他們生出來就是為了演那個角色 對呀 他也是很像 那這次就難得邀請到這麼多畫師 重現回 金融不下的武俠世界 所以 希望大家來欣賞一下 中畫師的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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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